好的,接下來我來為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B100主機的一個介面的部分 那首先從正面看到的話,是我們的一個方向鍵的部分 那個方向鍵就是類似於我們一般的DVD Player的一個控制盤的部分 其實非常容易,而且還蠻好按的 那中間是我們的一個確認的部分 那旁邊這個小的部分呢,是我們的一個回向鍵的部分 那上面的Focus的部分,是我們的一個手動調焦距的一塊部分 那從旁邊看到的,首先第一個是我們的一個開關機的一個電源鍵的部分 那旁邊的話是我們的一個音源輸入輸出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可以連接我們所謂的一般外接式的一個喇叭 那從主機的後面呢,我們可以看到的話 從左到右分別是DC-IN就是我們的Adaptor的一個插孔 那再來是我們的一個USB的一個插孔的介面 那再來,可以看到紅色的部分是屬於我們的一個紅外線的接收器的部分 那再來這個是我們所謂的SD卡的部分 然後這一個部分是AV-IN的部分 和我們旁邊最後一個是HDMI和VGA的一個轉接口的部分 這樣子 那在主機的下方呢 主要是我們一個腳架的一個標準孔的部分 這個是適用於任何一般市面上的標準的一個配備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介面上來說是非常簡單的一個 就是好有這個部分 有這個部分可以搶手 又要有手的部分 每個還有一部分 成功